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田文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长军 至于田叛很可能是超错了字 把月子旁的班写成了叛王的叛 前面讲到卫会王和齐威王斗宝的时候 齐威王列举自己手下的人才 说班子镇守高堂 赵国人因此不敢侵犯齐国西境 这位班子就是田班 战国时代出现了人名后面加子的称谓方式 所以田班不叫田子而叫班子 其他还有田英称为英子 再比如田文称为文子 这个呢就很可以理解了 你看就看齐国吧 社会精英呢大把大把都是姓田的 如果还只能称呼田子的话 就没法区分了 参照各种史料来看 田纪应该是全军统帅 田班是打头阵的大将 接下来我们就不再按照资质通贱的字面 称他田判 而称他为田班了 田英很可能重要性不高 所以这次的齐国阵容 仍旧是田记和孙殡的经典组合 所以朱熹的通贱纲目 索性删凡就简 把田班和田英的名字都抹掉了 齐国的打法还像当年唯卫旧照一样 把韩国扔开 直入魏国境内 冰封指向了魏国国独大量 方子呢还是老方子 对手还是老对手 面对齐国大军的来势汹汹 魏国同时做出了两手安排 一是庞涓从韩国前线返回 二呢是国内再起大军 以太子身为主帅 这就令人不解了 魏惠王犯糊涂了吗 太子怎么能做主帅 带兵出征呢 辞职通贱一开篇 就讲出三家分进的历史 魏国正是从晋国分出来的 而魏国的始祖毕万 亲眼见证过 晋国以太子挂帅出征 而引发的一连串家国动荡 从春秋到战国 太子不挂帅 已经成为政治共识了 不知道魏惠王 为什么要打破这个禁忌呢 太子到底为什么不能挂帅 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时间 退回到公元前661年 那是春秋中叶 晋国还很强盛 很能惹是生非的晋献功 大搞扩军 从一军 可为二军 晋献功亲自统帅上军 太子申生 统帅下军 当时毕万给晋献功担任车佑 相当于晋献功的贴身保镖 大军开疆破土 吞掉了耿国 祸国和魏国 晋献功 论功行赏 为太子申生 修筑都城 屈卧的城墙 任命毕万为大副 以魏国为封地 这就是后来三家分进那个魏国的萌芽 当时就有人见微之助 觉得太子申生 怕是要丧失继承权了 理由是 太子是储君 储君和大臣分属两个系统 而现在 晋献功给太子的任命和封赏 全是大臣才会有的任命和封赏 显然 晋献功想要废掉申生 另立太子 第二年 晋献功又要派太子申生 统兵出征 大夫李济及李克 音频节目呢 为了不和改革家李克混响 就称他李济好了 这个李济啊 卡不过去了 赶紧过来劝谏 从制度传统出发 说太子的行为准则 历来啊 只有两点 君行则守 有守则从 从曰府军 守曰监国 意思是说啊 国军出行的时候 太子啊 就应该坐镇国都 这叫监国 如果国军安排了高级贵族 坐镇国都的话 太子就该跟随国军 一道出行 这叫辅军 太子可没有独自挂帅出征的道理 因为统兵作战 总会有随其应变 独断专行的必要 而以太子的身份 一旦这么做了 不向父亲请示 就做决策 这就显得不孝 但如果世事都向父亲请示 就没有统帅的威严了 也就没法指挥作战了 李济的原话是 禀命则不威 专命则不孝 翻译成俗话就是 里脉不是人 为了避免这种难堪的局面 所以传统上 太子是不能挂帅出征的 李济的这个解释 其实是一种委婉说法 不让太子挂帅的真正原因 有两个 一是太子一旦身杰军心 再凭着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 轻轻松松的 就能把父亲推翻 二是 太子的存在是政局平稳 人心安定的一种保险措施 让太子上前线就等于把保险栓 抛进了县地 这些李济没能说透的道理 进县公并不是不懂 所以他的回答是 我有那么多儿子 还不知道该立谁当太子呢 显然 太子身生的地位 确实已经岌岌可危了 事情的后续 就是太子身生被逼自杀 公子崇尔和公子一无流亡国外 躲避着国内政敌 一次又一次的追杀 晋国几十年间不得太平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这回太子身 挂帅出征 会不会重蹈太子身生的负责呢 难道魏惠王也像当年的 敬县公一样 想要借此机会废掉太子吗 各种原委 资质通鉴完全没提 但孟子给出了一些线索 孟子和魏惠王 是有过一段亲密接触的 而且孟子对魏国的情况 相当之根之底 发言很有可信度 孟子在学生面前批评过魏惠王不仁 怎么一个不仁呢 原话是这么说的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这话道出了儒家仁爱的核心逻辑 仁爱从来都是推己及人 由近及远的 由爱亲人扩展到爱灵人 再扩展到爱国人 再扩展到爱天下人 正因为有这个逻辑 所以修身其家之后呢 可以治国平天下 而不仁刚好相反 把不爱推人及己 有远及近 孟子简直说 魏惠王就是不仁的典型 为了抢地盘 驱使自己不爱的老百姓 上前线拼命 结果呢 仗打败了 死了好多人 尸体都烂在了外面 后来他还想翻盘 但生怕打不赢 为此啊 不惜把心爱的子弟 也推上了前线 害人家送了命 孟子所谓的魏惠王 心爱的子弟 指的应该就是太子申了 看来魏惠王的用心 并不是要废掉太子申 而是赌上太子申 这张底牌 摆明了 要和七国四克 那么站在太子申的角度 怎么做 才是最明智的呢 权谋戏 又要出现了 史记和战国策 都有记载 但资质通鉴 非常政治正确的 删掉了这段戏码 所以我们暂时还是要离开资质通鉴 看看太子申这边的动向 史记的记载是 太子申带着大军开拔 途经脉皇的时候 当地一位徐先生前来献策 说自己有百战百胜之术 这话听来荒唐 因为战争永远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再厉害的战神 也没法确保百战百胜 怎么可能会有百战百胜之术呢 这位徐先生的百战百胜之术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对太子申有没有帮助 这些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谈 谢谢大家